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八百六十四集 算个屁 这非洲速度极快 忽小桀在这通天河东脉的墨游区域里 直接就穿梭虚无 所过之处掀起一连串的音报 这声音巨大 直接就让通天河东脉墨游区域里 存在于深山以及丛林内的无数凶手 纷纷信惊 一个个在察觉到那飞梭上散出的白小春 那惊人的修为波动后 都立刻收敛气息 不敢露出丝毫 这些 连墨游宗门的修士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凶手 都在感受到白小春的气势后 全部归缩 就更不用说那些墨游宗门了 这一路上所有墨游宗门 都一个个心惊肉跳 甚至有不少在看到天空呼啸而过的非洲后 都立刻恭敬的膜拜 不敢露出丝毫不敬之意 他们也大都看出 这非洲内存在之人身份必定高贵无比 毕竟这种修为的波动 他们只是感受了一下 就立刻心神震荡 无法自意 在这非洲的吉尺中 其速度越来越快 也就是几个时辰 竟直接从墨游区域靠近了下游的边缘 这里的一草一木 白小春不说都熟知 刻意有着无比的熟悉感觉 因为他选择的道路 正是当年灵溪宗的势力范围所管辖的墨游区域 而随着踏入当年灵溪宗在下游的本土时 这里的一切让白小春更熟悉了 他看到了通天河 甚至看到了一处大山后 因自己的非洲而被振兴的一个如山的巨人 这巨人躺在那里 很是烦躁的睁开眼 正要大吼 可在感受到非洲内白小春的气息后 却是嘴巴猛的就闭上 身体哆嗦了一下 赶紧缩头 这巨人 白小春眼熟 他当年在灵溪宗外出历练时 曾遇到过 此刻重新看到 内心也有激动 实在是当年的他 看到这巨人需要小心翼翼 可如今再次看去 他一眼就看出这巨人的战力 最多也就是原因而已 只不过 因其身体有蛮荒土著血脉 再加上通天河气息的滋养 所以身体才会这般庞大 我现在果然已经很强大了吗 白小春 内心振奋中得意洋洋 操控非洲 在这当年灵溪宗的范围内 急速持果 宋缺与神苏暗子也都心情激荡 无法平静 不断的看向逆河宗所在的方向 不多时 远远的 白小春已经看到了洛尘山脉 再看到洛尘山脉的瞬间 他的心中有些波澜 可很快就散去 收回目光 加速前行中 这个原本当年对白小春而言 犯为极大的灵溪宗区域 眼下 在他的修为加持下 在那非洲的急速中 竟好似缩小了一半 只是一个时辰 他居然就横穿了当年灵溪宗的区域 可渐渐的 白小春的神色狐疑起来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回事 木有区域还可以看到修士 可怎么到了这曾经的下游区域 居然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了 宋缺也看出了问题 在非洲上周眉开口 神算子愣了一下 他虽可以推算 可那铜钱丢了 凭着他的修为 也算不出什么端倪之处 三人都在疑惑时 他们所在的非洲 也终于来到了 曾经灵溪宗的山门所在之地 刚一到来 灵溪宗两岸山峰 立刻就出现在了 白小春三人的墓中 可刹那节 他们三人就神色一变 此刻的灵溪宗故地 竟由阵法光芒环绕 居然被人从内部 开启了守护宗门的大阵 而阵法内可以看到大量的修士 这些修士都是当初 逆河宗留下守护故地的弟子 他们的修为还不足以踏入中游 于是选择留在此地 守护灵溪宗的根基 实际上不仅仅是灵溪宗如此 血溪宗 丹溪宗 以及玄溪宗 都有这样的布置 一方面是守护故地 另一方面也是逆河宗四脉 为防止外衣 留下的后路与宗门延续的种子 可眼下 灵溪宗那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让白小春这里 内心猛的就吐吐一下 宋缺与神算子 虽来自血溪宗 可他们也能想象得到 这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而灵溪宗若如此 那么血溪宗怕是也与此相似 此刻 随着非洲的到来 立刻灵溪宗阵法猛地掀起波动 内部的所有弟子 一个个都警惕中深情紧张 死死地盯着天空 更有几个劫丹修士 刹那街就飞出人群 紧张地看着半空中来临的非洲 指挥弟子权力不振 在这些杰丹修士里 有一个中年男子 修为杰丹中气的样子 明显是众人之首 只是他似身有隐疾 看起来很是虚弱 此刻灭色更是极为凝重 藏着焦急不断的打量 那突然就出现在 灵溪宗上方的非洲 这非洲 他有些眼熟 能看出是逆河宗之物 可如今的逆河宗 流散在外的非洲也不是没有 仅仅是这非洲 无法让他的警惕减少 侯大哥 白小春呼吸有些急促 心中隐隐生气不安的同时 也一眼就看出 在那阵法内 隐隐是众修之首的 那个中年男子 此人正是白小春的师兄侯云飞 更是侯小妹的哥哥 没有半点迟疑 随着白小春话语的传出 他闪身就从非洲内一步踏了出来 直接就站在了半空中 而他的声音也传入到了阵法内 被所有人都听到后 全部疑了 尤其是侯云飞 更是争了一下 盯着白小春半晌 脸上渐渐露出 无法置信 于不可思议 尸声近乎 白小春 侯云飞的声音传出后 他四周那几个结单修士 也都愣了一下 他们觉得 白小春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甚至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四周的灵溪宗的弟子 也大都迟疑 就在侯云飞吃惊 四周众人迟疑时 白小春一步见 整个人竟顺吻间就模糊了一下 清晰时 赫然就出现在了阵法内 侯云飞的前方 这阵法竟无法阻挡他丝毫 甚至都没有被触发半点 如同不存在一样 四周众人都大吃一惊 那几个结单更是如临大敌 所有人都紧张无比 实在是 白小春到来的身影 太过的让人震撼 小春 真的是你 侯云飞使劲吸了口气 此刻也反应过来 仔细的看了看白小春后 内心短时激动无比 他发现 自己已经看不出 白小春的修为了 可能感受到 对方身上传出的波动 竟比他见过的灵溪老祖 还要惊人 好多年没看到侯云飞了 此刻见到故人 白小春也很是激动 正要开口时 忽然的 侯云飞似想到了什么 面色一变 急速的传出话语 小春 你现在什么修为 啊 原因大圆满吧 白小春一愣 话语节 正法外非洲上的宋区 与神算子 也都走出非洲 出现在了半空中 侯云飞原本激动的神情 在听到白小春的话语后 虽心中震撼白小春的修为 可还是苦笑起来 快走 不要留在这里 也不要娶你和宗 小春 走吧 厌厌的离开通天和东外 发生了什么事 这番话语 落入白小春耳中的瞬间 白小春面色陡然变化 呼吸急促 大声开口 侯云飞摇头惨然一笑 他知道这件事 不能瞒着白小春 而且 想到白小春在星空到极宗的身份 内心深处 也带着一丝希望 迟疑了一下后 还是如实的说出了 眼下 逆河宗正面临的危机 当听到中游三大宗们联手 如今正对逆河宗发起灭宗之战时 白小春眼珠子 瞬间就赤红一片 杀意迎凶 整个人颤抖中 怒吼一声 刹那 就冲出阵阀 一步走向非洲 根本就没理会 宋缺与深算子 全部修为毫不吝息的爆发开来 操控非洲 已比之前还要快上数倍的速度 轰的一声 直奔 逆河踪 小春 小春 侯云飞赶紧高呼 可还是晚了 白小春的速度太快 刹那无影 而半空中的宋缺与深算子也都听到了侯云飞之前的话语 二人也都神色狂变就要展开全速冲向逆河宗的方向 不过 临走前 神算子眼看侯云飞交集 他知道侯云飞与白小春的关系连忙开口 侯师兄不用担心 只要白小春能赶上 三大宗门 算个屁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